往往车祸事故很难厘清责任 而现在我们知道很多车子都会配备着行车记录器 这就成了所有驾驶人自保的利器了 从去年初到现在 这个销售量就倍数成长 平均每个月就可以卖出十万多台 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一台机车高速左转压车耍摔 一次被马路上的油字摔得累惨倒地 但是骑士竟然骑机似的迅速爬起 汽车离开 这位骑士可就没这么幸运 这台机车在绿灯时冲了出来 在马路的正中央被执行的机车迎面撞上 痛到不知倒地 小雨天即使天雨路滑也有骑士喜欢抢快 一台白色轿车停在路中央 后头的骑士硬生生绊倒 如果不是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白色轿车恐怕背了黑锅 正如此 行车记录器意外成了离清事过的利器 销售量逐年成长 从去年一月大概一个月是卖几十台 然后后来到八月以后突然加温到一个月可能几百台 然后后来到年底到今年一个月已经有一两千台的量 现在全台行车记录器一个月销售量高达十万台 平均每分钟卖出两台多 相当惊人 由于许多国人不守交通规则成习惯 才会有一窝蜂的人装行车记录器 以求自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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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